耶稣主在这里 耶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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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意志永留 阿妹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光明自由 敬拜圣一堂中水拥有 荣和地主定在这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荣耀 阿妹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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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意志永留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光明自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尽快圣一堂中水拥有 荣和地主定在这里 第四 你是 祈祝帝 我厚敌 习在 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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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祝 神天共一主 明亮真心 喜在 今在 勇在地君王 你是祈祝的 末后面 喜在 今在 勇在地主 全心敬拜祖 韩律亚 大声欢呼 高养的靠近 共一地 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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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站在你的容内 神天共一主 明亮真心 喜在 今在 勇在地君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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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一次荣耀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荣耀自由 敬拜圣滨究 终 终 统 统 绗 绕 � amber 荣耀 nonprofit 你是圈祠的 末后ody 现在今在拥在祢 千辛敬拜祢 大声恍惚 高阳北高军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 哈利路亚 一起来敬拜祢 哈利路亚 万国赞叹你的人为 圣经同意出名的诚信 现在今在拥在祢 今晚 现在今在拥在祢 君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的主是夕在 今在 永在的君王 感谢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感谢神 哈利路亚 神带领我们来到这里 是神带领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神的恩典过我们用 神的恩典日日够我们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白不还行 胜 vida 无缓心已及时载 唯有你爱不更改 每一个极检 恩典只有满满 十安经果水和火 靠着主我就刚前 每时每刻 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用 等你不比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身又得胜 我又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做你的爱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我唤醒已经实在 唯有主爱不更改 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虽然经过水和火 靠着主就更强 每时每刻 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用 能力不比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身又得胜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你的 你的恩典够用 能力不比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身又得胜 哈利路亚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是的 我们要靠着 主耶稣基督的力量 靠着祂的救赎 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们感谢主 唯有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能够来到祂的面前 让我们唱着这首诗歌 让我们唱着主的爱 永恒无尽主对我们的爱 永不离其 我们一生与主长相伴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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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欢心意 无欢心意 即是在 唯有你爱不更改 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 虽然经过社会 靠着主我就刚强 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和我用 等你扶逼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身有得胜 哈利路亚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的 主的恩典和我们用 能力扶逼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身有得胜 谢谢主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其一生 我们再次宣告哈利路亚 你的 主的恩典和我们用 能力扶逼我软弱 感谢主哈利路亚 主的恩典和我们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愿主的爱 一生长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神哈利路亚 主好我们感谢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的恩典像一道江河 宝座等你留到万里 祢是乖 照耀我的生命 请拜主 告绝祂的生命 祢是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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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三耳 祢是乖 超乖 布园 祢是乖 江河流呀流呀 流到丰盛的神秘 想感激不荣耀的神秘 我令歌唱 唱呀唱呀 唱到连你都唤醒 主持人 现在来一起 一道江河 一道江河流呀流呀 流到丰盛的神秘 奏赞起那荣耀的神秘 我令歌唱 唱呀唱呀 唱到连你都唤醒 主持人 现在来掌权于心 主的爱 像一道江河 包着能力 流到万民 祂是黄 照耀我的神秘 敬拜主 靠近祂的神秘 主地里 如风吹我心 安慰忧伤破碎的灵 怕失望 掌管我的心灵 亲爱主 愿你从天降临 一道江河 一道江河 流呀流呀流呀 流到丰盛的神秘 流到丰盛的神秘 奏赞起那荣耀的神秘 我令歌唱 唱呀唱呀 唱到连你都唤醒 主持人 主持人 现在来掌权于心 主持人 现在来掌权于心 一道江河 流呀流呀 流到丰盛的神秘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从墙起那荣耀的神秘 哈利路呀 有我令歌唱 唱呀唱呀 唱到丰盛的欢喜 主持人 现在来掌权于心 一道江河 流呀流呀流呀 流到丰盛的神秘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尽量荣耀的生命 我令歌唱 唱呀 唱呀 唱到历历的欢喜 主持人现在来掌权运行 我令歌唱 唱呀 唱呀 唱到历历的欢喜 主持人现在来掌权运行 主啊 我们感谢祢 圣灵啊 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愿祢运行在我们当中 今天我们的一切都在祢的手上 将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的气息 将我们的一切 颂赞尊荣都归给祢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包括奉主耶稣基督 华贝尔荣华主 有请 请坐 感谢敬拜团带给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圣灵它真的是毫无阻拦地运行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可以去经历圣灵 穿透我们生命的改变 谢谢赞美神 好的 我们今天来继续来讲 圣灵 真理的圣灵这个系列的讲道 那么我今天的讲题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 圣灵的工作很多很多 没有办法用一次讲完 所以我们来分着讲 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 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四节下半节到十五节 我还是请PPT帮我翻一下 好的 我们一起来读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到了时候 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现今我往拆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你们有意的 我若不去 宝会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 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怕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让神保守他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赐下你的话语来 使我们每个人 知道我们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主啊 今天你要借着这段经文 对我们说什么 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光景 你都晓得 求你按照我们所需的 你分量给我们 圣灵啊 求你来开启我们 让我们明白 你话语的奥秘 就定义来跟随你 我们将接下来正道的时间 向你恭敬地交托仰望 我愿我们讲的 听的 被同一个圣灵所感 来见证你的荣耀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Amen 好的 其实圣灵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在教会历史上 圣灵论 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 很多基要派的人 谈圣灵变色 你可以去跟他讲圣经啊 讲什么 可是一提到圣灵的工作 就害怕 因为灵恩派 好像是太厉害了 在这个当今的世界里 而灵恩派呢 他又是不谈圣灵 你要不跟我说圣灵的工作 就变色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人们 好像因为他很敏感 那又敢说又不敢说 但是正是因为他的敏感性 就使得这个话题变得十分的重要 许多神学家们 他们开始对圣灵有各种的研究 他们试图找到一种平衡 但事实上 有的学者说 他们制造的问题 比他们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所以圣灵论确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不容易把握的话题 可是呢 我们又不能对圣灵避耳不谈 反而我们更是应该在圣经的光照下 我说要竭力正确地认识圣灵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要竭力正确认识圣灵 那么圣灵其实因为它的无形性 那么你看King James Version 它翻译成Holy Ghost 好像听上去就觉得很神秘的样子 就会让人觉得 什么真正的是圣灵 那么系统神学家Ericsson 他这样定义 他非常经典的定义 每一个神学生都要去学 要背的 他说圣灵使三位一体的上帝 成为信徒个人的上帝 他有一句话这样总结圣灵的工作 圣灵呢 使三位一体的上帝 很多人可能连三位一体 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表述 这是一个神学的表述 成为信徒个人的上帝 所以神学上面呢 会说圣父他是在创造护理中的工作 而圣子呢 是完成了人类的救赎的工作 圣灵呢 就是把救赎 圣子所完成的应用在了上帝的受造物上 也就是说人的身上 这是神学的分析 这是神学家 福音派神学家公认的一些立场 所以我说 这个也是很难的 那究竟是什么 那我用了几个词 如果说圣父的工作是超然的 圣父是超自然的 从上往下的那种 那么圣子的工作就是已然的 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两千年前 耶稣已经在十架上了 并且他复活了 那么圣灵的工作呢 就是显然的 把圣父圣子的工作 显在人的心中显出来看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神学的一个 我准备了个道具 这些都是神学的一个研究 神学的研究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神学的研究不等于神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主日的讲道 我们不是在研究神学 可是很多人他会把神 拿出来研究说 神是三位一体的 有圣父 有圣子 有圣灵 那么哪些事情是圣父的工作呢 可能这些事情是圣父的工作 哪些事情是圣子的工作呢 可能这些事情是圣子的工作 然后研究来研究去 你会发现他最后 好像把神研究清楚了 可是花没了 神究竟是什么 因此呢 我就鼓励大家说 我们确实是要竭力地去研究 可是其实神的工作 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那么整本圣经里面 如果你去 有名有姓 有字 有定义的圣灵的工作 就有很多很多种 比如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 圣灵 它是创造运行的那位神 在创世纪的第六章 圣灵是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在创世纪的41章 圣灵是与人同在的 在出埃及记的28章 圣灵是次公义的那位主 能功巧匠 他们手上的技能都是圣灵刺的 在民数纪的24章 它是灵到罪人的那位神 那在世纪 它是有能力的神 在撒玛尔基下 它是赞美的神 赞美的那位灵 在炼王纪上 它是交通的那个灵 所以你不断地你去看 就在圣经里面 你能定义的 圣灵的工作 有预言 有无所不在 它有审判 它有焚烧 它设立标准 它履行圣约 它甚至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的心脏 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 不是现代 它给人的肉心 食心换上肉心 对不对 等等 它定罪设罪 它传福音 它几是真理 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 可定义的圣灵的工作 就有不下120多项 那么 而且到今天 圣灵依然在 随着它的意思 在各种的运行和工作 所以 究竟如何才能认识 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呢 究竟我们在今天 怎么能知道 哪些事是圣灵做的 哪些事不是圣灵做的呢 想要知道 什么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圣灵的本性 也就是说圣灵 它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你才能知道 圣灵它做什么 为什么呢 这个逻辑的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比如说有人跟我讲 Maggie Mills 你知不知道 李波弟兄在外面 跟人家喝酒 喝得很凶哦 我肯定不信哦 因为李波酒精过敏 因为我知道它的本性 所以我又知道 某些事肯定不是它做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要想 分辨圣灵的工作 你要回过头来 你要知道 圣灵的本性是什么 那么圣灵的本性 它第一个就是 圣灵是神 大家跟我说 圣灵是神 它虽然是一个 好像是 你不太容易 能看到的一个存在 可是它是神 圣经里面 有太多太多的例子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 创世纪的一章 就有说 创造天地的时候 圣灵的 神的灵运行在神面 对不对 那圣经里面 神的灵和圣灵 经常是 耶和华的灵 经常是交替使用的 上帝的电 圣灵的电 神的电 都是交替使用的 那么这个是 一个圣经里的例子 所以圣灵 而且圣经 它明确地说 神就是灵 所以圣灵 它是神 它就是有 全知全能的 这样超然的 一个特性 那么这个点 我相信 我们在座的 都没什么问题 承认圣灵是神 对不对 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 那你就应该 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基督的信仰是什么 可是当你承认 这一点的时候 那第二点的 它的本性 通常会被人遗忘 或者说 通常会被人忽略 那个忽略的事实 是什么呢 就是这第二点 圣灵是有位格的 谈到位格 可能我们中国人 又很难理解 位格 好像我又在 又在把这个 玫瑰花分来分去 跟你讲了 位格是什么 其实用英语 就很容易理解 是person 圣灵是个神 可是它是个person person是什么 它有personality 它有性情的 它是有位格 它是有性情的 那么心理学来讲 人 怎么样使人 能够成为人 是成为一个 有性情的呢 它就是有三方面构成的 它有知情意 它有知识 intelligence 然后它还有情感 emotions 然后它还有意愿 willignness 所以这个是 我们人和动物不同的 那么知情意呢 比如说圣灵 它是有知的 那圣经里面 太多的例子了 然后举的是约翰福音 我们一直在讲约翰福音 16章13节说 因为它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它 把它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所以圣灵 它知道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它有知 那么情呢 那我们圣经也讲说 罗马书说 不要叫圣灵怎么样 担忧 我们叫圣灵 它是有喜怒哀乐的 它会忧愁的 那么意义呢 就是 格林多前书说 这一切都是运行 这位运行的圣灵 什么 所运行 随己意 分给个人的 所以圣灵 它有自己的意愿 它有自己的willignness 所以这就使得 圣灵 它是一个 很有性情的存在 我一定要讲这一点 为什么呢 我们不要觉得 一提到圣灵 就说 圣灵的工作 是那么神圣 我身上有没有 或者是说 圣灵的工作 是那么超然 那么有力 那我怎么才能经历 其实圣灵 因为 因着它的个性 它是有位格的 它是有性情的 它最大的性情就是 它希望 跟我们有fellowship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关系型的神 它很希望 跟我们去建立关系 这个是神的性情 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圣灵 在新约圣徒 生命当中工作 有两个最大的 一个是内住 一个是充满 内住是从里面 往外的 圣灵在我们里面 当你认罪悔改的那一刻 圣灵就在你里面了 对吗 还有圣灵 还会从上而下来 充满我们 但是不管它怎么做 很多人说 上一节 Jason老师也讲 充满就是扑倒嘛 不管它怎么做 你要知道 圣灵的本性是 想我们跟它 还有亲密的关系 如果你经历了一切 你跟谁没有关系 那肯定不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判断 什么是圣灵的工作 什么不是圣灵的工作 一个最根本的 就是圣灵它的本性是什么 大家能明白吗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 就是今天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 什么是圣灵的本性 其实很难说了 我刚才讲了两点 只是最根本的一种属性 两种属性 那么用一句话去概括呢 圣灵 大家一定要知道 圣灵不是一种含糊不清的力量 可能很多时候 圣灵的工作 我说不清楚 这个究竟是什么 我很难用言语去表达 因为真的确实是 你经历了神 我下次就会 下一节就会给大家做 我自己生命当中 一个见证 真的你可以去经历它 但你表达出来 你似乎很难用言语去穷尽 但是它不是不清楚的 圣灵的工作 就是圣灵的工作 是非常清晰的 它不是一种含糊不清的力量 它是一个位格 它是全然神圣的 是有尊荣的 圣灵是神 是我们与神 是与我们同在的 圣灵是与我们同在 是住在我们里面 而且它是有浇灌下来的 那圣灵里面 你会发现它非常丰富 它教导我们 它是我们重生 它见察我们 它说话 它调停 信徒和信徒之间 彼此有辖系 圣灵在里面 做调和的工作 它命令 它证明 它引导 它光照 它启示 这一切等等等等 这一切都是圣灵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是很多样的 那么回过头来 我还是要 用这个图来总结一下 我们人只能竭尽我们的权利 去认识这位造物主 对吗 那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如果任何一个人 他来跟你讲 他不承认神的三位一体性 你是不相信他的 对不对 那个叫异端 可是回过头来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 可能你说我不是学神学的 我不懂什么三位一体 这些都没关系 所以你一定要做什么呢 对于我们信徒来说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还要去 我就是 我变回来了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 圣经让我们看到的 并不是一朵 破碎的玫瑰花 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一朵 整个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是同永恒 同献存 同等次 同尊荣 同本质 同全能 同行止 同旨意 同事公 他们随时同在的神 除了 在十字架上那一刻 所以你就知道 主耶稣他经历了多大的苦难 所以刚才我在讲圣灵论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根基 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我是想让大家知道 你可以不去研究神学 你不学都没有问题 可是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 去看到那神 他就是这样奇妙的 圣父圣子圣灵 同尊同荣 圣父永远都没有夸大自己的荣耀 他的荣耀 永远是指向圣子的 对吗 只要荣耀父 对不对 但是耶稣也从来没有荣耀自己 耶稣从来都是去荣耀父的 对不对 而圣灵呢 他也没有去说夸大自己的能力 圣灵的 圣灵的力量 永远都是指向耶稣的 所以如果你去经历了 或者有人跟你讲圣灵的工作 他经历了圣灵 如果这个工作没有指向耶稣 那很明显 那不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神就是这一位相互荣耀 同尊同荣的这一位主 阿们吗 好的 这个根基 这个一定要打牢 所以呢 很多人他会说 圣灵我经历了 圣灵是温柔的灵 圣灵是甜蜜的灵 圣灵是大能的灵 圣灵是有责备的灵 这些都不错 可是first of all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 圣灵是什么 我们一起说 真理的灵 圣灵是那位真理的圣灵 耶稣用真理的圣灵 来定义圣灵本身 他是在他去世之前 定时下之前 反反复复地提到 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 大家可以去读 反反复复提到 这个真理的圣灵要来 真理的圣灵要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在 这个圣经经文里面 我帮大家来看到 这朵玫瑰花 好的 我们来约翰福音里面来读 所以你看你不学神学 你只要读圣经 你也可以认识神啊 来看 一节一节地看 第四节 我将真实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怎么样 到了时候就可以 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 我起前没有将真实告诉你们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到了时候 约翰福音 他从最一开始 就经常用这个表述 到了时候 到了时候 那我们 我们复活节已经过完了 对吧 我们现在知道 到了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走上时下 又复活了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门徒就可以怎么样 想起耶稣基督对他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 耶稣定时下的时候 门徒都忘了 对不对 我们之前讲过 复活节的时候 对不对 可是 耶稣复活了之后 门徒就想起了耶稣话 为什么能想起呢 上一周 Jason老师讲了 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圣灵使他们想起了 耶稣在世上说的话 那么第五节 其实是一个解经上 非常难的 他说 现今 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要往哪里去 我们读圣经 约翰福音都应该 信主几年的都应该读过了 刚将信主的可能还没有读过 要去读啊 约翰福音是非 如果你要读 你不知道从哪开始读 你就要从约翰福音开始读 约翰福音你读了之后 你应该有个问题 大家在这儿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我有问题啊 他说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可是你要去通读的话 尤其是在耶稣最后的晚餐之后 耶稣为门徒祷告 你会发现 问了呀 多玛也问 主你要上哪儿 特别是那个话多的那个彼得 他更问上哪儿呀 耶稣你要上哪儿 可是耶稣在这里又说 你们并没有问我 似乎圣经是有矛盾的 弟兄姊妹 如果圣经有这样的矛盾 来bother you 来使你 搅扰你 你一定要仔细去问 就是你可以学到的时候 真的门徒问了 可是耶稣在这里又说 你们没有人问我 是什么意思呢 答案还在圣经里面 在第几集啊 六节 纸音我们一起来读 纸音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所以门徒他们是问了 可是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在问 耶稣要去哪儿 你懂什么意思吗 举个例子 孩子们在家 爸爸陪着他们玩 突然爸爸说 爸爸有事要走了 孩子们会说 爸爸去哪儿啊 他根本就不关心 爸爸要去哪儿 其实他关心的是 你怎么不在这儿了 是吗 所以门徒那个时候 他们虽然是问了 可是他们的关心 他们的焦点都在于 自己沮丧的情绪里面 他们很忧愁 他说要走了 我们怎么办 他们超级忧愁的 所以你看到 你去读啊 回去一定要读 十四章到十六章 约爱福音 这两周会讲 圣灵的工作要去读 十四章十六章 里面有很多安慰的话 我们可能都会背的 不要跳出来 拿着那个玫瑰花瓣去背 要把它放在玫瑰花里面 十四章二十七节 他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 十六章三十三节说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你们在这世上 有许多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时间 所以你看到 耶稣 他门徒 其实根本不关心 他去哪儿的时候 耶稣知道 他们的心是忧愁的 耶稣知道 他们是担心的 沮丧的 耶稣也知道 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 这些门徒会害怕 会分散 会躲避 所以耶稣提前安慰他们 说 你们不要担心 你们有苦难 不要担心 我已经胜过了这些 所以耶稣他安慰他的时候 第七节说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使你们有意义的 耶稣为什么来安慰他的门徒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 他的死 会给门徒带来很大的伤痛 真实的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伤痛 我们生命有苦难 我们那种真实的情感 耶稣是知道的 我们也不用去隐藏 神都知道 可是在神的话语里面 有安慰 耶稣之所以来安慰他们 就是因为耶稣说 我要走了 我要定时站 你们找不到我 你们会痛苦 你们会害怕 我都知道 但是我让你知道 我离开是与你们怎么样 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有好处的 十字架是与我们有好处的 耶稣 他早就说过他会复活 对吗 他是门徒不信 也不知道他说什么意思 可是耶稣告诉他们 我离开是你们有欲的 当我复活的时候 我若不去 宝会师就不到你这里来 反过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耶稣说我复活的时候 我去了 我去到父那里了 你们不要害怕 不要担忧 不要沮丧 宝会师会来 回到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爸爸陪孩子玩 爸爸说我要走了 孩子说爸爸去哪 很不高兴 很忧愁 我们怎么办 爸爸说一句 他担心妈妈马上就会回来 孩子还会哭吗 孩子还会闹吗 不会闹了 对不对 太好了 那你去吧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耶稣这个时候 就是带给门徒这样的安慰 就是说你不要担心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因为圣灵 宝会师要来 他来的工作是一样的 他和我是一样的 那圣 他接下来第八节说 他说当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他借来了 自己责备自己 耶稣在这里面说 他说 你们当时可能 门徒当时可能不知道 什么是圣灵 也没有办法意识到 耶稣走了 对他真的是有好处的 可是当圣灵来了的时候 他们就会明白 耶稣的话了 耶稣说 当圣灵来了 就要叫世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我们这个世界 对罪的看法 是相当扭曲的 我们都不用说 一百年前 人类的标准是什么 一百年前的一百年前 人类又怎么样看 就是今天你可以看到 那种是非的颠倒 扭曲的黑白 你懂什么意思吗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小的时候 我特别清楚 我爸爸特别喜欢旅游 带我们出去旅游 那个时候 他们的结婚证 都没有证 就是一张纸 我就记着我爸妈 那结婚证 我就觉得 那是结婚证吗 因为他就每次出去旅游 他都得带着这个证 为什么呢 不带着这个结婚证 他俩就不能住一房间 他才多少年 我才几岁呀 这个世界现在就扭曲得这个样子 那小学生在外边干啥 都没人会去瞅眼 去管眼 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 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世界已经扭曲了 他们对义 对罪的认识 所以耶稣说 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就要叫世人 为罪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当圣灵 在人心中工作的时候 当一个人 第一次来经历圣灵的时候 他必然的 必然的 他的一个结果 就是要认罪悔改 真的 因为神是个灵啊 他是圣洁的灵呀 当神的灵 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一个人他必然就会知道 原来我是一个罪人 因此 我们今天会有一个 受洗仪式 对吧 鼓励大家 虽然第一场来了 你也仍然可以参加 第二场的受洗仪式 线上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听见了 也可以随时赶来 我们仪式12点钟开始 那些洗礼的弟兄姊妹 来到我们要给他们 去洗礼陪谈的时候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真的 承认自己是罪人吗 你可以因着耶稣 基督是神 来承认他是神 你说得不错 魔鬼也知道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门徒都不知道他是谁 可能是先知 可能是以利亚 那魔鬼说得非常清楚 至高神的儿子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可是当圣灵 真的在你心中 去开启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我是一个罪人 我的判断都是扭曲的 耶稣这样说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传福音 我就讲 我再多引申一句 我们不用去努力的 好像真的是 我们去爱去什么 可是我们不用去 把福音再多一些润色 福音本身就是福音 如果一个人他不能 我们通常会顾及别人的 感受 脸面 会回避罪的问题 可是你知道来到神面前 这是第一个 你要面对的问题 为罪 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很简单 什么是罪 就是不把耶稣当神 就是罪了 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为什么彼得一下子 来古旋节的时候 去讲道就三千人受洗悔改 就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耶稣是神 他们没有把他当神 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说 为罪 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当耶稣来到自己子民中的时候 他的子民却不认识他 很简单 这就是罪了 而这个罪不是靠我们说别人的名 圣灵一光照 很容易 那么他接下来说 为义 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见我 你们就不再见我 这句经文也是非常难理解的 但是你在他前面的逻辑里面 你就会明白 什么叫为义 是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以色列人 他们非常想要定耶稣的不义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他们非常想抓住说 耶稣是不义的 要把耶稣定罪 为什么 因为耶稣在世上行的时候 众人都不跟从法利塞人了 去跟从耶稣了 似乎大家觉得 耶稣比他更有意义啊 那耶稣说话是有权柄的 那法利塞人 安息日天天盯着耶稣 有没有治病救人 那耶稣在世上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他的义 就定了法利塞人的不义 耶稣的存在 你知道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为什么我当基督徒 我就会受逼迫 我信主了 神应该爱我呀 为什么我还在单位受排挤 很可能因为你的义 就定了别人的不义 我不知道在这边什么样 我就知道在国内的时候 如果你是医生 你不说红包 就会被别人排挤 因为大家觉得 你必须要这样去做 大家才能够有安全感 你跟我们是一样的 这就叫罪 你知道吗 有时间我就讲个例子 我记得原来 不懂啊 那我有一段时间 我在那个韩国的时候 我把脚扭了 然后呢 我就那个 有些是在上海 你知道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 那地铁很挤 都坐无虚席 那人都 可能我脚都得站在那 被人挤着 像那个夹心饼似的 哎呀 我那会在韩国的时候 脚扭了 上地铁 下班时期高峰期 那人也多 就有两个空座没人做 脑弱病残的那个坐 你知道吗 就是不坐 就是在 我心思 咋这么 律法呢 你说这么多人 周围也没有老人 那就空在那 我这脚还疼 我那个朋友就说 哎 你坐吧 哎呀 我当时就觉得 我坐还是不坐呢 其实我确实脚扭了 可是我看上去是个好人 别人也不能知道 我脚扭了呀 我坐还是不坐呢 那我要站呢 我要站一个多点 他就说 你坐吧 我心思 我做 哎呦 我真是后悔呀 往那一坐 我那个脸 然后就马上红起来了 我真是难受啊 大家都在瞅我吗 我又不敢瞅我啊 我现在这还是空一个座 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 我说你也坐 哈哈 他 他说 我就不坐了 我说你坐吧 我说不要紧 你赶紧坐 我说空着你 站着 站着还是个味儿 别人都没地站 那坐吧 他一坐下来 哎呀 我这心情的舒坦呀 哈哈 然后我一看他满脸头红红到耳朵 你知道吗 我要讲什么 这个就是人的罪 特别想 别人能够跟我一样 如果你跟我不一样 你的意证明了我的不意 我不高兴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你确实是行的 证明是行的意 还是依然有苦难 不要担心 耶稣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一切 真正的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说 他们说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你知道吗 这个对于世人来说 世人很高兴 他们终于除掉了 他们眼中钉 把耶稣钉死了 可是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应该高兴 因为不见我而高兴 因为我去了 是因为有意的 我去了保会使就会来 我去了就证明了他们的不意 阿们吗 所以耶稣说 为审判 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真正的王是谁啊 真正的王是耶稣基督 可是他们审判了耶稣 反过来 他们会发现世界会因此受到审判 所以你看到 耶稣 他因着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因着耶稣的复活 他把世界一切扭曲的东西 都给掰正了 世人认为 的罪 义 审判 是扭曲的 可是耶稣给他掰正了 什么才是罪 什么才是义 什么才是审判 所以耶稣确切地告诉门徒 对耶稣基督所有的指控 都是错的 以后当你们信我的时候 如果有人 因着你们的信 来指控你们 也是错的 你们要相信 你们不要害怕 耶稣基督十字架上 要受的那些苦难 你不要害怕 为什么 因为复活 使十字架成为了 耶稣基督得荣耀的地方 因为耶稣基督 他的清白 他的公义 正是在十字架上 彰显出来 所以真正不义的是什么 真正不义的是世人 真正的罪是什么 真正的罪 是世人 真正的审判是什么 真正的审判是 圣灵来了 要让这些罪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在第十二节 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情 要告诉你们 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耶稣知道门徒们 其实心里面 已经各种打鼓了 现在告诉他们 他们是不明白的 所以你看到 耶稣他并没有 把所有的都启示出来 对吧 耶稣说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说 可是现在你们担当不了 是你们不明白的 所以盼望在于 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什么 一切的真理 耶稣就是真理 道路生命 阿们吗 所以真理的圣灵是什么 就是耶稣的灵 耶稣他有一些事 没告诉我们 并不是他不知道 是因为当时 门徒承受不了 可是他去了之后 圣灵来了 要把一切的真理 一切的真理 都启示出来 使我们明白 而且圣灵他会 他是最大的老师 我讲的可能不好 可能不明白 可是你回家去读圣经 圣灵会使你明白 因为圣灵 他的工作就是要 引导你去明白 明白什么 明白一切的真理 十三节非常重要 因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我今天特别 我昨天晚上冒着雨 出去买的玫瑰花 今天特别要大家 记住这花 圣灵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你看到一个整全的神 他在一起工作了吗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我就是指主耶稣 授予耶稣的 告诉你们 凡复所有的 都是耶稣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耶稣的 告诉你们 阿们吗 所以你会看到 哇 圣灵说什么 圣灵做什么 完全取决于谁啊 耶稣基督 所以圣灵的启示 他的一个标准就是 永远都不会偏离 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教导 耶稣 他在世上的教导 虽然没有完全敞开来 对不对 可是他在历史的启示 永远是将来 新的启示的一个标准 因为耶稣基督 不会反对他自己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承认 今天圣灵仍然在做新事 今天圣灵仍然在做启示 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十四节说 他要荣耀我 圣灵的启示 圣灵的工作 一定是要让 耶稣基督得荣耀的 这就是最大的标准 如果所谓的神迹 违反了神的话 如果所谓的神迹 不能让你承认 耶稣基督是至高的主宰 如果所谓的神迹 违反了耶稣基督 在世上所做的教导 只能让天父蒙羞 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知道 父的荣耀 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而这一切源头都是父 父 父 这样这一切的源头 又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出来 而圣灵又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 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 你怎么能分清 哪是父的工作 哪是耶稣的工作 哪是圣灵的工作 不用分的 就是神的工作 阿们 所以我们在圣灵的启示下 我们真的是要明白 我们这个根基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根基是什么 就是回到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去认识神 所以我期待大家 都是要每天 真的是要每天好好读经 根基打牢 根基要打牢 期待着我们教会 未来可以能够有基要真理班 那我们也在讨论 这个行政上面怎么去做 下个月可能有个实验班 如果有人感兴趣 可以去问问雅妮 我们希望通过实验班 慢慢看看行政 对大家来说怎么样做 是最有意义的 最好的 大家来说就是最方便的 但是这些表面的 就是这些行政 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不管我们讲的怎么样 不管我们说什么 一定回到圣经里面 去找这朵玫瑰花 已经回到你的生命里面 去看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工作一定是整全的 圣父亲自来工作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圣灵 又来荣耀天父的名 所以我祈求神 就是让大家能够 在圣灵的光照下 越来越认识 我们的父神 以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奇妙救恩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感谢赞美您 我们恳求您 可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使我们真的是 认罪悔改来到你面前 就有从圣灵而来的安慰 这安慰是带着主耶稣 你的真理而来的 今天我们所讲的一切 若非你圣灵的开启 我们不能明白 但是我们相信 你所爱的 你一定会亲自来开启我们 是我们更认识你 愿我们可以让你得荣耀 圣主耶稣圣明祷告 Amen Amen 所有的荣耀归于主 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 今天的讲道 Amen 哈利路亚 荣耀归于你 全宣耀归于你 高养一众望到今世到永远 荣耀归于你 全宣归于你 快兴祭people 天宣耀归于義 殿宣灾 Sal 愿福心 非吉他кий 祥悦 fork 揣耀艱归于你 Sea 略吧 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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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能 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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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荣耀 归于祢 荣耀 荣耀主耶稣 所有的荣耀 归于祢 安宁敬拜祢桌前 所有的荣耀 归于祢 荣耀 荣耀主耶稣 哈利路亚 那我们将一切颂赞尊荣 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主 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我们要将我们最美好的 献给我们的神 第一次到我们教会 或者奉献你不清楚的弟兄姐妹 请你不要奉献 奉献有三个方法 我们有网路上的奉献 邮寄的奉献 还有我们现场后面的奉献 我们现在请王曼姐妹 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祢赐下平安与祝福 让我们在祢里面满有盼望 使我们的心能够定在基督里面 在苦难面前 不知动摇 唯有感谢 主耶稣也求祢 天天增加我们的力量 为祢勤奋工作 求祢实时给我们属天的智慧 管理好 祢给我们的托付 特别是善用金钱 在祢福音事工上 透过这些事工 我们可以赢得更多的灵魂 让更多的羊归于祢名下 奉主耶稣的名 救 阿们 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要特别的欢迎他 我们请他起立 是韩琴 请起立好吗 谢谢主 我们一起看着他 我们要唱这首诗歌 来欢迎他 来吧 感谢主 我们用主的爱彼此来相爱 不但是新朋友 我们老朋友也要彼此相爱 感谢主 哈利路亚 现在有个报告 简单的报告 5月14号有教会的献印礼 详情请跟我们教会的秘书亚 你来联络 还有4月29号 是陈老牧师的追思礼拜 我们详情也请问淑芬 这上面有陈老牧师 曾经当牧师 他的追思礼拜 4月29号再下个礼拜 请弟兄姐妹 需要详细细节的话 请跟淑芬姐妹来联络 我们感谢主 我们现在请我们主任牧师 来我们主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世上所行的事情 是靠圣灵来行的 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圣灵 今天就住在我们心中 他让我们来说神的话语 而且他也恩高神的话语 经过恩高之后 神的话语所要成就的 一定会成就 圣灵永远把人指向耶稣 圣灵所做的工作 一定是让我们非常兴奋的 就包括像我们今天要有西底 我们一起来欢请圣灵所做的工作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祝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赐你属天的盼望 让我们活出有圣灵充满的生命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再继续敬拜 我们今天有受洗 所以说我们选了这首诗歌 来感谢神 哈利路亚 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 我自己的爱将我拥抱 感谢神 哈利路亚 你为我穿上供义身 结一伤 使我活出神的尊荣 阿们 哈利路亚 不悔心 不善荡 依靠主 必无所缺 全能神 只爱主 你用笑脸帮助我 我以力量和针灸 我的山寨 和高灿 有谁向你 辅助我 有谁向你 有谁向你 辅助我 有谁向你 辅助我 有谁向你 辅助我 我以力量和你 我以力量和你 大声宣告 大声宣告 一声靠主得胜 让我们大声宣告 大声宣告 一声靠主得胜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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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 也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 让我们一声靠主得胜 阿们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安静末导 谢谢大家